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厲害了,精彩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習主席是金口一開 馬上所有問題迎刃而解 連耳巴衝突也有望停戰 詳情如何呢? 另外除了中美降溫之外 黃室那邊也有機會解凍 哈里,不是哈里波特 哈里仔 和她的夫人梅根 是否可以和黃室一起過聖誕呢? 咦?這樣就好了 這個世界多些溫暖和諧,少些戰爭 這是一件好事 另外有沒有大家聽過一件事件? 公雞殺人事件簿 什麼雞都可以殺人 雞張不斷,我聽過而已 雞張死人,我真的沒有聽過 這件事件是怎樣? 我們稍後給大家看看 另外還有一些關於日本的網紅 教人做人的壞格事 很多新聞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謝謝大家支持 昨天晚上突然北韓 又放導彈 引起日本那方面很緊張 沖繩那邊馬上 就拉起緊急狀態 擔心那輛飛彈 會不會射到日本海域 或者直接射到沖繩那邊呢? 在昨天 南韓那邊的軍方就表示 北韓疑似發射軍事偵察衛星 日本就向沖繩縣發出緊急警報 日本防衛省開頭就表示 北韓朝鮮 就懷疑發射一枚彈道導彈 後來日本放送協會 引述來自防衛省的消息人士 指出可能是這個衛星 這個也是 我覺得金仔之前 神隱了整個月 神隱了整個月之後 現在又放飛彈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真的神隱 我覺得未必是 他可能有些事情要做 只是忙碌而已 不需要那麼緊張 他自動會出來 這個全球局勢 正所謂 一動不如一靜 你看到現在周圍都兵方馬亂 哎呀,粒粒亂 緬甸那邊又亂 然後尾巴衝突又亂 然後還有烏鵝之戰 都還未完 那怎麼辦呢 現在厲害了 哎呀,我們的習主席 去開這個金磚會議 他把金口一開 耳巴是否有望停戰 哇,真的不同 出去了美國 去跟拜登 抓爬爬聊天 這樣轉過頭 現在在國際層面上的影響力大增 對 當然啦 形勢嘛 也要看看 看到早前 阿拉伯國家 伊斯蘭國家等等 中東國家的元首 領導 走去敲中國門 幫幫忙啊 大哥 叫他們不要打 大哥 現在真的有些了道 好像 什麼事 話說 看到昨晚 就著這個金磚的視像會議 視像峰會 習主席 習近平有些講話 我們看看他講什麼 根據央視的報導 看到習近平表示 當前形勢下 金磚國家 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問題 是要發出正義的聲音 我是正義而講的 和平之聲 說到非常及時 還要有必要的 說到裡面 其中一個重點 就著這件事件 就是加沙地帶 衝突 搞了整個月 裡面出現了很多平民傷亡 人道主義的災難 中方就表示 非常之關切 當務之急 就是衝突 各方要立即立止 停火 停戰 停止一切針對平民的暴力 和襲擊 快點釋放人質 避免更加嚴重的生靈塗炭 第二件事就是 保障人道主義 救援通道安全 這樣 更加 中方就呼籲 要停止強制遷移 斷水斷電斷油 等這些針對加薩民眾的集體懲罰 另一件事就是 中方要求 看到我們習主席這樣說 就說國際社會要拿出一些實際措施 防止衝突擴大 影響中東地區穩定 那 就覺得是時候 要再通過一些比較大的影響力的會議 國際的會議 去令到 叫做 叫做 加薩地帶 甚至乎 這個尾巴衝突等等 立即停火 就著這場金磚五角的峰會視像會議 看到中方的表態 到現在都非常明確 停 要停 好了 那是否真的停 金磚一開 耳巴有機會真的停火 真的 啊 早點 早點出去 然後打個回合 然後馬上叫停火就停 如果是 可不可以把這個烏鵝局勢呢 反正也是 反正不爭在 真的和平是者 說到現在 哈馬斯領袖說 加薩 停戰在職 停戰在職 真是好消息 真是 真厲害 這一頭 這一頭是呼籲要停火 立即去聊天 轉頭那邊好像收到 Yes Sir Yes Sir 立即去 停火了 因為 說到現在身在 卡塔爾的 哈馬斯政治局領袖 哈馬斯 這位哈尼亞就表示 哈馬斯正正接近 和以色列達成 休戰協議 一直都在談 因為 美國方面都不停在呼籲 快點停 不要打 不要再打 卡塔爾 中東地區 其他國家 那些 伊斯蘭教的國家 都說停停停停停 夠了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 美國方面 現在說到 究竟情況是怎樣 就是 這個談判的協議 從來都沒有那麼接近 那麼 他們都不能夠實實 說出來 為什麼呢 某程度上 因為 局勢的事情 變就變 美國說 如果真的停 轉頭不停 哦 你又說停的 這樣就入了美國 所以美國方面 現在 發言人 他們都有點 戴上頭盔 但是說到情況 都是如此接近的 六合彩中了五個字 已經 很接近的了 頭掌 這樣 那可否中了那六個字 真的要看看 那個餃豬 掉了出來的 是什麼號碼 當然 如果 真的能夠休戰 甚至乎 真的永久停戰的話 我相信 那麼多國 或者全世界的人 都是一個 比較 開心 因為現在都 說到 十一月尾 了 斬眼 在西方社會 也是踏入十二月 聖誕節 普天同慶的日子 大家都不想 生靈塗炭 所以 希望 真的能夠 快點 停手 看到中國 也很努力 我們的習主席 不停遊走 不同的場口 希望就著這些衝突 快點停止 大家聚焦 搞好經濟 搞好紋身 不如大家有錢 齊齊賺吧 這才是一件好事 好了 說完這些新聞之後 也和大家轉看看 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 是關於 說到現在日本出現了一些網紅 搞一些奇怪的事情 搞到現在日本警方 拘捕了幾位日本網紅 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有被捕的男子 三十歲 叫金野蓮 還有一位二十八歲 叫澳川路障 他們經營一個叫膽量的channel 專門上載去捕一些痴漢 私底下捕一些痴漢 偷拍毒犯的過程 說到很多人看的 好了 日本警方說 這兩名網紅涉嫌 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男子 一起吃一些興奮劑 叫對方帶毒品到新宿街頭會面 結果這位男網民 真的在環崩市 買了興奮劑 就過了新宿 好了 去到之後 這兩位網紅就說 就展開這個地步 這樣嗎 不是吧 說到特地裝人彈弓 做了這樣的事 更加拍片 整個過程放上網 又說到事先報警 令到真正的警察趕到現場 好了 那為什麼他們會被捕呢 這些他們專門找一些毒販 可能做一些壞格的事的人 然後踢爆這些壞格的事 全程直擊 拍片放上網 理論上 這是什麼壞事 但是日本警方就說 這兩名網紅 因為涉嫌煽動他人 持有興奮劑 被警方拘捕 這件事引起大家關注 所謂的私人逮捕 根據法律 當普通人去到犯罪現場 沒有逮捕令都可以拘捕 有網上的平台 用這個題目 專門做這些 逮捕疑犯 和牛飛等等 說到 除了會拘捕錯人 搞到別人明星受損之外 更加會有些攻擊行為等等 所以有些人覺得 你這些為了自己出位 隨時陷害別人也不奇怪 所以 現在日本 就叫做 逮捕了這些 拍片者 這樣 好還是不好 就真的 兩看 有些人說 不是剛剛遇到江江的 我覺得 你去制止這些事是好的 但是 刻意去捕 好像捕獵那樣 那你就是那些賞金獵人 你又不是拿正牌的 但是 這也是為了一己私辱的問題 接著 和大家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關於 哈里梅根 是否能夠和皇室過聖誕 好事 皇室終於有一點溫暖 之前說到 又說不出席又說什麼 很亂的 現在 英國的媒體 引述接近 哈里夫婦的消息人士報道 有多接近 又引述新聞來源 這些都不知道哪位 隨便 朱雅狗又說最接近 待會 走過那位 幫他打掃那位 都可以叫做 接近消息人士 幫哈里夫婦 收床接屁 洗衣服 也是可以接近消息人士 不要緊 他說這些是接近消息 就看看 哈里梅根說會開心 接受來自皇室的聖誕聚會邀請 但是現在還未收到英皇查理斯三世的邀請 因為 根據英國黃色的傳統 他們會 躲在一起 在一個莊園 過聖誕 現在哈里方面 首先 拋出橄欖枝 你請我 我一定給你 給你面子 真是向皇室示好 但是 現在有英國媒體 引述來自白金漢宮內部消息人士 就說 皇室 就未必可能歡迎哈里梅根 那 怎樣呢 那 真的不知道 究竟請還是不請 這個 將會 將來 可能大家都會關注的事件 現在哈里刑低威 皇室 你是不是 這麼冷酷無情 那些人就說 你之前爆炸的事件 那時候又不見過這些 浪子回頭 金不換 這個 有沒有機會 不知道 儘管看看他們 我是生事家庭 好 接著 跟大家看看一件事 意外 美國海軍一架飛機 竟然 衝出跑道 飛到夏威夷海灘 哇 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 發言人佩雷斯 就說 這架 P-8A的飛機 就在這個夏威夷海軍基地 衝出跑道 那 看到 這部機就浮在水面上面 那 應該也沒事吧 對 幸好 如果真的不知道在哪裏 飛飛跌了下海 那都相信 挺嚴重的 好 接著 看看 現在大家都很關注 除了中美之間的關係之外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中日之間 因為 近期 看到 有消息 中日 是不是會就著 核污水的問題 就可以深入研究 那 外交部方面 就頻頻澄清 就說 立場沒有改變 但是 現在 看到 日本 功名黨魁 這個 山口那樽藍 就 咦? 訪華 就說 會向 習近平 轉交 昂田 問紅的親不信 所以我 自從 我們習主席走出去之後 現在 很多人 衝上門 敲門 好像之前 疫情之後 一直 很多事情都不太明朗 大家都九個問 究竟 中國現在 什麼環境 看到 在三藩市 即是 我們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 去了三藩市之後 所有事情 都打通了 任督耳脈 哇 立即 周圍也有辦法 所以 挺有趣的 有時候 有些事情 變就變 這位黨魁 他會在 今天和明天訪華 他在日前說到 希望 這個行程 能夠展開 加深 中日戰略 互衛關係發展 作用對話 其中一件事 都可能 關乎 究竟 核污水的問題 對吧 這個 大家都期待已久 中美之間 大家都會有期待的談判 會不會有什麼 可以 大家 落實 現在 中日之間 最大的問題 我相信 其中一件事 就是核污水問題 看看他們 在這些對話當中 可不可以尋找到 尋求出路 另外 現在說到緬甸方面 繼續混亂 說到內戰 他們 近日流傳了 一個 關於緬甸民主 民主同盟軍 軍事委員會的通告 要求果敢老街的外籍人士 快點撤離這個戰區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的發言人 李嘉文就表示 這個通告屬實 因為區內仍然有兩三萬名華人 正在滯留 快點跑 解放軍方面 可不可以幫忙 接接人 因為始終 回去也需要一點時間 現在也說到很混亂 由於斷水斷糧斷盛 很誇張 港幣不是緬甸幣 是三千元港幣一袋米 由於沒有水沒有電整個星期 燃油價格暴漲 也是麻煩 有報道說 這樣的老街 早幾天已經開始沒有水沒有電 在日前仍然未恢復 現在說到每公升 燃油接近八五元港幣 哇 每公升有 在香港說到二十多元 現在沒有二十多元 不知道十多元 哪有這麼吵 現在說到八五元 你還得了 另外 現在最嚴重的是糧食危機 米又如何 說到米現在短缺 一袋米是三千元港幣 挺嚴重的 十隻雞蛋 也說到六千免幣 哇 挺嚴重的 挺貴的 現在周圍全部都出現了 會不會出現了大問題 到時候 看看中方能否在這方面 層面上滑船得到 接著大家看看 這宗離奇奇怪的事件 究竟公雞如何殺人 是否真的 吹水還是怎樣 這件事件 是在澳洲的 澳洲南部 有位婦女在家裡 在雞棚裡 打算撿雞蛋 誰不知被公雞封 被公雞封 封死了 蛤 不是吧 這麼厲害 鐵嘴 難道他是 根據外媒的報道 這位女子 住在澳洲南部 當日他好像平時 在家裡的雞棚裡 撿雞蛋 打算拿公雞的雞蛋 拿去煮來吃 想不到公雞 就說要忍你很久 經常撿雞蛋來吃 有沒有搞錯 就不斷撿 撿到這個女士 流血不止 當場暈倒 被家人發現之後 因為大量出血 已經死亡 嘩 不要小看公雞 原來也有點殺傷力 就著這件事 警方開始對這件事的調查 為什麼會死呢 原來這位女士 有靜默曲張 年紀又比較大 血管又比較二歲 即是二穿 當時那隻雞 一張張中她脆弱的血管 又會這樣 又會這麼巧 飛機撞死也要 所以 除了說雞蛋 貓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例子 因為貓親近你的時候 鞋子 鞋子 如果 如果 有靜默曲張的人士 不小心被貓 捏傷腳 都容易出現了這個不治的情況 所以 真的呼籲大家 這件事 不能夠輕視 真的 第一次聽 雞丁不斷 這個雞丁死人 真是世事都無奇不有 然後看看一件關於在美國的事件 俄亥俄州 Warmark爆發槍擊案 竟然大型商場 超級連鎖店 有一位男子 拿著這個步槍 闖入了這間超市 開槍 造成最少三人中槍 有報道指出槍手 其後就吞槍自殺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要當局再去調查一下 嗯 好 然後看看 哎呀 酒又加價了 什麼事 如果喜歡喝酒的人士 可能要留意一下 說到話 其中一款日本威士忌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去買 會不會掛 然後人們先去掃貨 就說 30年的響 就說會加價了 嘩 而說 賬幅將會高達125% 這間三德利公司 就宣佈了 旗下19款 日本威士忌 在明年4月1日 會不會是愚人節的笑話 就說會提高建議零售價 由20%到125% 就說建議零售價 響了30年 還未含稅 說八千多港幣 將會升到一萬九千多港幣 價格高 另外新加坡 真的有些料到 在這方面 什麼事 就說 國家環境局宣佈 明年將會在另外五個住宅區 推出八文衣蚊絕肉計劃 嘩 你的蚊也可以絕到肉 難道你捉了它 然後淹了它 怎樣淹了 每隻腰都捉了 然後淹了 嘩 厲害 原來 在新加坡 19年到1922年 實行八文衣蚊絕肉 最少一年的地區 蚊的數量大減 說到超過八成 嘩 有點屌 其中登革熱的問題 也減少了77% 真厲害 有些料到 令蚊可以 沒有辦法敷卵 這樣可以抑壓蚊子的數量 這個技術可以 香港幫忙 搞搞它也好 一到夏天 蚊多狼 一到四五下午五六點 那些 餓鬼出來 拗得 那個豬頭喇叭嘴 好 另外 也要看看 關於這個 咦 美中元首 早就說同意再會晤 看來可以繼續聊聊天 白宮發言人阿比就說 美國總統拜登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剛剛加州三藩市舉行完的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時候 就說 他們雙方再同意舉行再會晤 什麼時候呢 暫時未知道 也好 因為 因為 早前 昨天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 毛玲被外媒指出 有些企業把這個 產業鏈 遷出中國的時候 中國在APEX 會議期間強調 將會不斷完善外資投資 權益保障機制 進一步縮減外資投入 負面精爭和 全面保障外資企業 對國民待遇等等 這也是一個訊號 呼籲外資 可以快點回來中國投資 如果繼續談下去 可能很多外資都會有信心 那 那就再回來 對於中國是一件好事 然後 跟大家看看 這件產品 可能引起大家馬上買回 在外國有個女子 網上傳了一條14秒的短片 這條短片 說到她的車子 著火 整部車都燒了 竟然她的車裡面有個保溫杯 沒事 這部車化為灰準 反而她的杯就沒事了 表面只是分黑了一點 更加厲害在於這個保溫杯 經過火的洗禮之後 裡面的兵 還是原封不動的存在 這個保溫杯真厲害 那種保溫能力真的引起大家關注 就著這件事馬上厲害 這個牌子叫Stanley 這個保溫杯馬上爆紅了 連這間公司的全球總裁 馬上說 這些真是黃金機會 人家幫你宣傳這杯 大火 整部車都沒有了 我的杯都依然完好無缺裡面的東西 依然建載的時候 真的沒有了 質素 好了 更加說到 這間公司的總裁就說 看你這麼厲害 幫你換車 那就厲害了 送一隻杯給你 之餘更加想幫你換車 真的沒有了 這些就是最佳宣傳 今集時間到此 下次再說 拜拜